你们不觉得很像Porsche Macon呢? 啊!这个是天背感耶! 它这边有一个40W的无线快充 手机直接放在这边 可以双手机 一起充 这个化妆灯 你看它可以变白灯 黄灯 小姨小姨 你知道我是谁吗? 各位我来到了中国深圳 我现在就在板田区的华为全球旗舰店 等一下 我就要进去试驾华为最新的电动车 ITO M5 哇! 很大间耶 什么鬼东西都有西北大间 这是这个粉红色的这辆 ITO WENJET M5 EV 不觉得很像Porsche咧? 拿到锁匙了 这个就是ITO M5的车锁匙 很Cute耶 蓝色的天蓝色 我们M5现在一共是六个颜色 蓝色 粉色 还有一个软星云 蓝星云是类似于米黄色的感觉 哦米黄色 对对对 然后就是三个大自然为灵感的 另外我们还有三个基础颜色 黑色 白色 绿色 五颜六色你们想要什么色都有 诶送我开吗? 这个还是不行 还是需要我来带你去体验 好吧 下次回头考个国际驾照回来 这个门把手什么时候会出来? 我们按了解锁或者靠近车辆 它就会自动解锁 我没有按诶 我没有按诶 开好吗? 我开了 对我是不是很耍鼓这样子的 这个蓝色有点像我的车的蓝 很好看 这个晚上会有点偏银色 白天就会看到是蓝色 你们不觉得很像Porsche Macon 这个天幕太大了吧 全景天幕从这边 到最后 很夸张诶 我真的是看过我最大 我觉得Tesla好像都没这么大 那太阳晒的时候会很热吗? 它是有隔热隔紫外线的处理的 可以隔去99%的 9.99%的紫外线 这个周围也是真皮来的 然后这个是木 那这个不是什么 是木纹的一个 木纹 小一小一 我在 打开前排座椅按摩 收到 正在打开前排座椅按摩 前排座椅按摩调到这个档位了 空调风量调到二档 当前空调风量已经是二档了 座位往后一点 好的 正在向后移动 音量调到30% 好的 音量已设置为30% 你一连串讲了很多东西 我的口音还能听得懂 小一小一 打开空调 空调已经打开了 停止按摩 好的 副驾座椅按摩关闭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们拿着钥匙进来之后 车压就属于一个通电状态 我们直接踩大车 好挂档 这里有一个按钮 按住卡 往后拉一下 地档 踩脚 刷开大车 这个就有动力了 OK 现在我们出发了 这个screen有点太大了吧 这个根本就是华为整个平板搬过来 差不多 华为平板好像也没有这样大 这个有点太大了 我们导航的收益就不会觉得它大了 小一小一 你好 导航到深圳北站 哦 好大啊 这个map 它整个系统就是非常聪明的 对 是走鸿蒙的吗 鸿蒙系统 鸿蒙系统 讲话就必定有回应那种 而且可以很快速的讲 然后整个mapping 整个system是非常的流畅 没有卡顿 OK 现在我们要试它的turbo mode 两驱是7秒1 四驱是4秒5 准备冲刺 小一小一 主舰你好 运动模式 好的 好的 哦 竟然还有动画啊 后面小心啊 准备啊 cameraman 哦 哇 这个是贴背杆 它有点吓到我了 你这是多少啊 走多少公里 108 108 你们喜欢贴背杆吗 现在就是贴背杆 它这个哦 我觉得它整个面板就是很大 然后就很好看 很多东西都大大个 它这边有一个40W的无线快充 手机直接放在这边 而且可以双手机 一起充 因为不能试驾关系 所以我逼小哥哥下车了 然后我就感受一下当一个driver 哇 它这个是电子板 然后它这边的木 真是很有质感 它里面整个哦 都是走极简风 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这边是充电位 然后Aircon出风口 然后这边是gear 然后这边是给你放水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设计罢了 这边有一个USB 然后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 很sweet的这个 贴性 这个椅子我刚还忘记讲 就是你不要看它这样子 它是有按摩功能的 小一小一 来了 打开按摩 好的 就再打开主驾 哦 有了开了开了开了 OK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哦 小一小一哦 是会分主驾或者是副驾的 小一小一 来了 开窗 他怎样知道我是主驾的 小一小一 关窗 他关了 他关到别忘了 你看我的还没有关 你好耶 他怎样懂 他背上男生女生 放箱啦 放箱啊 如果我在中间呢 小一小一 小一小一 他这样关掉 他很confir 他里面这边也是很大 如果有一天他最久撞到人 丢我下去好像 把他搬上去没有问题 丢我下去好像可以 小一小一 关后备箱 一关还是小一关的啊 小一关的啦 当然是 我发现啊上面这边 这个化妆灯 登登 哇 很sweet的 这个完全就是给女生化妆补妆的时候用 对真的是为了补妆而色的咧 你看它可以变白灯 黄灯 暖灯 然后这个 一二三四五 多少个亮度 三档 三档 这个很好摸耶 马来西亚有卖嘛 讲真的很认真的 因为我刚才问了小哥哥他说 呃这个在中国的价钱是 259,800 你看这个我还不入啊我跟你讲 我还不充啊 百多千 我买到一个便宜版Porsche Macan 续航是620km 试驾完毕 我唯一的感受就是 鸿蒙OS智能座场 真的太黑科技了 它的反应哦 那个小一小一是快到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它就已经做了那个动作了 当然它的外形整个就是 Porsche Macan的样子 买Dream car 然后里面的内饰也是非常高级 我现在只希望他快点来马来西亚 因为我只有马来西亚驾照